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三條之城第22期的下集 有時候我都很怕大家會以為這季上集錯過了這個一樣是這麼精心製作的下集 如果大家喜歡22期的話 記得上下集都要按一下like 過去兩個星期都很期待大家的迴響 這也是三條之城一直延續的動力之一 好啦 那我們又回到這個22期 今集我們要介紹一些荷里活特色結束物的 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要介紹就是這個錄影廠的大門參考Paramond Studio 外面這裡有一些電影海報 講到電影海報 大家like我Facebook的page沒有 我又弄了一系列不同的電影海報 如果想知道正確答案是什麼的話 就去那邊看看 而我下星期都會有一些新的海報登場給大家猜猜 回到這裡先 其實如果我不是嫌麻煩的話 我都可以把這裡 放回我剛才我自己弄的海報那裡 而不是放在Minecraft預設那些畫 不過對我來說 我就不是太願意花時間在這個地方 裡面就有三個錄影廠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綠幕 綠幕的作用就是方便你退比用的 這裡有個小小的示範 就是因為綠色的對比比較強一點 所以除非你想讓自己特意變成透明的樣子 如果不是演員就不應該穿綠色色衣服 又或者你一定要穿綠色衣服 你就會改用這個藍色的屏幕 不是藍色的屏幕 但是有時候 特意讓自己變成透明的拍攝手法 其實這些過程也有的 哈利波特的隱形斗篷 就是透過綠色的斗篷自己達到隱形的效果 另外一邊就有一個月球表面的場景 有些人就相信人類登月只不過是拍攝出來的 不知道你信不信 但是我就覺得人類是有登月的 最後一個錄影廠就有一個水池 可以拍一些關於海面的電影 有一套戲叫做Open Water 2 基本上大部分的鏡頭都是海面鏡頭 講說有一班人搭遊艇 出海玩 然後全部都下水了 但快點忘記放了一條梯下來 水不上船 其實這套戲就不太好看 但我也是順便說一下這套戲的存在 好了 我們去看一下這個建築物 這裡就有一個KFG快餐店 室內我設計成這樣 這個我就忘記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那些開車來拿外賣的位置 但我又不太想拆了重新做過 所以就這樣先 旁邊這裡是一個立像館 一樣是真實存在在這個荷里夫的建築物 但除了我們四個之外 就是全部其他人都是Steve的頭 因為我就難得去找這些 不同玩家的頭腦 至於那些立像館 就是陳列哪一個都是很隨便 我想到哪一個陳列哪一個出來的 上面這個位置就有一個餐廳 好了 我們去下一個地方 這裡就有一個俱樂部 就好像那套Joker那套戲裡面 台上就有說笑話 而台下的人就喝酒吃點小食聽笑話 就是這樣 本來我就想準備一個笑話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但我發現我準備參加那些笑話 想到的那些 全部都是不適宜在這裡分享的 其實 為了保持山田之城這個系列的純潔 我呢 都是走去旁邊的建築物那個 看看算了 那這裡就是魔術的表演 那在荷里胡那個星光大道那裡 其實也有這件事 但我建築物那個外形 我就沒有參考現實那個 以為我是這個GTA5那個 星光大道那裡找的 一個建築物來參考的 那以前呢 其實我也是一個魔術的愛好者來的 廣山田遊戲室 以前Youtube那邊 都有一些魔術影片 但現在都轉身做私人了 原因有兩個 第一呢 就是我想專心做一些遊戲影片 所以不再放其他影片 在這個channel那裡 我是另外開一個channel 另一個原因 就是有些人在裡面那裡很搗亂 其實 那馬尼安打算轉型 所以就 實際上就不公開那些影片 直接把他私人了 但其實想起來 那些影片是沒什麼問題的 真的 但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真的很無聊 無緣地到處留下 一些惡意的言語 那樣 就是有時候 就好像我剛才說的那套戲 Joker那樣 裡面有一首插曲很好聽 叫做Dead's Life 其中有一句歌詞 是這樣的 Some people get that kick Stepping on a dream 那樣 有些人呢 就喜歡踐踏其他夢想為樂趣 有時候在台上 明明不會做錯任何事情 完美表演 但下面也有些人 總共遇到有些人 純粹因為他們無聊 就向你扔回棋 但這首歌 下一句歌詞也很重要 其實 But I don't let it Let it make me down 我呢 不會因為這樣灰心 既然呢 都跟你的表現無關係 你就 把這些事情拋住老口 這個就是我一個小事的經歷分享 我們去看下一個建築物 那這個建築物呢 我們上次已經來過 但我們上次只看了那些戲院部分 我們今次看看其他部分 首先最底層呢 就是GTA裡面那個 例如打劫銀行 你打劫人一次又一次 所以基本上 打劫到那個 銀行的老闆 懷疑人生 他會認為自己 開銀行的目的 就是為了被人打劫 其實我最喜歡看的 那些打劫的戲 應該是 The Town 和這個 Hits 上層呢 都是那些什麼 商場 辦公室 餐廳那些 那些沒有特色的東西 我們呢 就不如直接去看看這個 電影博物館 這個電影博物館呢 就要一些電影歷史的影片看 就例如是這個 全世界第一個的影像 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 朗德海花園場景 第二個就是這個 Horse in the Motion 就是一隻馬在跑的影像 而第一個的科幻片 就是這個月球旅行的 Achieve to Moon YouTube過了也有看的 其實 當年大學上課的時候 就播了這部電影 我就很開心地跟他們說 我很喜歡這部電影的 這樣 之後呢 還跟他們說 有這個高清修復的收藏 他們問我為什麼收藏 或者是這些古怪的東西 那樣 各位觀眾還記得 上一集呢 我都有提過 我很喜歡那些 以前人類對 未來幻想的一些 藝術作品 所以我都很喜歡這個 Achieve to Moon 那後面這裡呢 就播放一些 關於電影歷史的影片 然後呢 其他地方呢 就有一些畫 還有一些展品 這個就是電影博物館 好 我們去下個結論物體 看看吧 那之後呢 這裡就是這個影業辦公室 我們在這裡討論一下那些劇本 或者做一下那些 後期製作 那樣 又或者那些聲探呢 就可以在這裡尋找一下演員 那樣的 不過呢 大家就要小心點 不要誤中那些什麼聲探陷阱那些 以為自己可以做明星 結果就被人非禮 那樣 哈哈 不是說笑真的 是有這些陷阱片 大家要提防一下 好 那對面呢 就是一個鑽石賣場 然後呢 還有一個 很廣闊的戶外食堂 還有一個 令人心抗神異的 這個河半長廊 那之前那些奇數呢 那邊也屬於是內城區的 那這次呢 我們回到這個橋廣區 這裡完善了之後 都覺得是蠻漂亮的 就是這裡 那好啦 那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那今集可能又刷新了最短的山田之城的紀錄 有機會是 那之後呢 我們拿點時間來做一下預告啦 那下一集呢 我就會介紹三個新的車站啦 但之後呢 就沒那麼快開始動工整這個23奇遇了 因為呢 我就計劃了一個大型的伺服器大更新 那呢 山田之城的伺服器一直都有些隨片的 其實呢 那我就會再改良一下功能 那另外呢 那地圖呢 剛剛呢 都升級做這個1.14.4了 我就會檢查我地圖一些舊的地方 看看有沒有什麼改善的地方 那大家呢 就好好地期待一下下一集的地鐵短篇 和這個伺服器大更新的 目前來說呢 這個伺服器還在運作著 但是呢 就沒有這個22奇啦 而且還是1.3.2的 那當我更新來了的時候呢 我就會在這個Facebook專頁那裏呢 就講的啦 那大家呢 就記得LIKE這條影片之後呢 都要關注山田遊戲室的Facebook專頁啦 那我估計就兩個星期後 Markov再見啦 因為下個禮拜呢 就有一個新的Half-Life啦 我要去沉迷這個新的VR遊戲啦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拜拜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按個LIKE啦 如果想看更加多的影片的話呢 就按Subscribe啦 請按Subscribe